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儿子呢今年38岁了 他从去年这九一份 就是没工作 不找工作 从去年这九一份 他没有工作 他说我11月1号过了以后 我找工作 过了11月1号没有 然后到春节 他说我春节肯定找工作 那春节过后也没有找工作 那么今年这已经到6月份了 他就整天不提工作的事情 而且情绪越来越不好了 所以我担心 我希望他尽快找工作 不管工资多少 我希望他自己也找点事情做 他如果一直在家里的话 他就会不停地想到我 该怎么样怎么样 而且总是希望 我是按照他的思维去生活的 其实我也有我的生活 你说到工作什么的 我其实自己也知道 有可能说我年纪大了 但是找工作也不是那么容易 说找就能找 那稍微歇一段时间 我觉得问题也不是很大 我感觉到我儿子还是太简单了 他想问题就是很简单 他所认为没有问题 世界问题很大 他觉得不工作是正常的 他不想工作 难 他很多的时间就是 白天睡觉 晚上就是打电脑 跟他们去职业校 一晚就是一个晚上 到早上 凌晨是三四点钟回来 他的身体呢 我也不放心 他可能就有点担心了过多 你有什么诉求 我是陪他过来 我还没什么具体的诉求 儿子小夏的态度 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 工作要找 但不着急 可姚女士心里 却着急得很 小夏的父亲 也就是姚女士的前夫去世 为儿子小夏 留下了一笔拆迁款 我们家洞迁了 拿了460万 有意思的是 这笔拆迁款 小夏的父亲 在去世前 委托了姚女士保管 而这之后 儿子小夏似乎一下子 失去了工作的动力 他说这个钱男人 暂时给我做做股票 要三百万 那么那个时候 他手里有三十万 我在20年4月份 给他五十万 4月份给他的到9月份 半年以后 他就不工作了 他不工作 专职炒股 倒还能让人接受 可是没过多久 儿子小夏 带着八十万炒股资金 消失了 我那个时候 到西双版纳去旅游 然后我去旅游了14天 回来 我说夏宾你来接我 他说不接 回来就没有声音 我找不到他人 电话打不通 我当初就是着急 脑子很乱 我就到处找他同学 然后有一个同学呢 他告诉我 他在成都 据他同学说 他股票输掉了 他不敢回来 我就不知道他 为什么要逃 以前也损失了 两万我都没有输过他 我怀疑他这个钱 应该说 不会输掉那么多的 值得逃 他肯定是很大的事情 事故已的 他如果当初 不听说我股票看的话 我也不会做什么 你说他如果把钱给我 那是到底是处于什么 他好像把钱给我之后 他处于更加不放心了 平时隔段时间到房间 你来看 一会儿说你要怎么样 怎么样 一会儿说你怎么要怎么样 炒着闹着要看那个账户 还要把账户的金额 再抄下来 就好像我做的 这些东西就是说 错的股票只能赢不能输 就是因为他这么一操作嘛 有点心态 可能有点失衡嘛 后面两波 就是做的也有点亏嘛 这时候跟自己也赌气 也跟他赌气嘛 想不开 那就去到外面 稍微散散心嘛 你这个股票 如果损失的很多的话 单单这样 为这个股票逃是不可能的 在旅游之前 我看了一下他的账户 里面还有70万 我在14天里面 我算了一下 他买的股票 如果是一个股票的话 他不可能跌到很厉害 肯定还有其他原因 小夏离家出走 仅仅是炒股亏损嘛 母亲姚女士可不这么认为 她冷静地等待儿子的回家 也默默地观察着儿子 终于有一天 她通过儿子的手机信息 解开了小夏离家出走的谜团 我有一次在整理他的房间的时候 看到他那个手机 忘了锁了 他那个手机上面 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有个他的网友 跟他这么说了 他说 你这个几万几万的 这样大方的用 你还不如拿一笔钱做生意 这样你成个家 你妈妈还安心 同时在这一次也看到 他有给一个是那个 苏州的那个女的呢 汇过去是五千五千的 连着两次红包 我一看这样 他大笔大笔 几万几万地朝外面用 这不是股票的事情 那我就怀疑他逃的问题 我去的是那个成都重庆 所以就先把那个 要完的那些钱 就是先转给他 然后在那里 就订房间 或者什么的 消费啊什么的 那这个钱确实 像妈妈所想的那样 不是在股市里亏掉了 是你消费掉了 亏也亏 消费也消费 但是转多少钱的话 这种东西 我自己心里也算有个底 也不会太离谱 他爸爸已经走掉了 那么我说这个钱 要几乎用的 要买房子的 你这样乱话 我是省得来不得了 他还乱话 天大的事情 你要跟母亲说 因为我们就一个亲人了 对吧 那么我们能解决的 我一定能解决 对吧 回来以后 一问三不知 他只要牵涉到钱 牵涉到他和同学 怎么玩 他不讲 我照顾他面子 我说 你把这个事情讲一讲 什么原因 怎么你又看我手机了 他自己就 打了一击自己的 跑到小房间里去了 他想表达以后 你再看我 我对你不客气 现在我是打自己 以后我就打你 我感受到可怕 他会想太多了 你对妈妈那种 就觉得可能自己的失误吧 造成了他 我放心了 你说的这个失误 是指自己如果把手机管好了 他就看不着了 感觉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反正就觉得 我是怎么不开心 他就怎么来 经常在我睡觉的时候 看我手机嘛 很多东西就是说 你越这么看着 我反而就有点 什么事我也不想跟你说 就看了两次 看他手机呢 也是我到他整理房间 我看一看 他那个手机放在手上 很危险 电充着 放着手机 那个爆炸得很厉害 我就拿出来 拿出来我顺便看一看 以前也有 他喜欢 没事 联系我朋友 问我情况 然后问我同事啊 什么的 很多单位同事啊 或者我的那些 甚至于有以前领导啊 都会有时候问我 你妈怎么打电话 给我问你啊什么 工作上好像在外面 很尴尬啊弄的 这是偶然的危险 你是不是在心底里头 对儿子就是不放心 不放心 他很老实 容易给人家骗 在他的成长过程中 我一直在担心他的 以前担心他学习 然后工作了呢 担心他不认真工作 给人家裁员下岗 再担心他交紧的是 不好的朋友 在儿子两岁时 姚女士离开了 此后 小夏的学习工作生活 无时不在他的忧虑中 似乎这样 他才能弥补一个母亲的亏欠 甚至他偷看儿子的手机 给儿子的熟人打电话 只为了想要了解到 儿子的真实状况 但是儿子小夏 似乎什么都不愿意 和他沟通 姚女士越来越担心 他开始对儿子 产生了不好的想法 如果没有工作呢 他经济来源没有 然后他会手伸向社会 姚女士说 他对儿子的这层担忧 并非空穴来风 八年前 儿子曾目录迷途 至今让他惶恐不安